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鸭鱼口听听的 小铃铛,打个招呼 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铃铛 哈喽,欢迎收看我们的明星世界 接下来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跑酷地图 叫做神气大乱斗跑酷 嗯,看小伙伴们的收看 哈喽,咱们先看一下作者的画 跑到终点有彩蛋,或者四十分,或者剩 然后终点的话有星星 就这样 然后在咱们背包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武器 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这个 最终之剑 红武之拳剑 天堂陨落长弓 终极精华剑 环宇支配之剑 五彩神剑 还有这个什么,神龙宫 以及龙珠里面的仙斗 钢铁侠的那个拳套 还有这个奥法指环 以及毁灭之稿 还有这个龙之权 等等等等 这里面的这些装备结合了 我算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十个,十一个 大概是十一到十二个魔族里面的武器 嗯 好了 这些武器的话 咱们就先不是吧 先把跑酷 跑了 哎呀,哎呀,哎呀 干什么你啊 哈哈哈哈 这不连跳可以的啊 对呀 哎呦 呵 大傻子 有点不惊夸 哎呦 大傻子 二傻子 三傻子 哎呦 需要连跳的啊 是不是傻哟 我觉得需要吃一个鸡 哼 但是没有 这里需要吃鸡 你怕是在动我吧 这个小屠夫干什么 小屠夫你干什么 我的天哪 这个最终直接射出去的是钻石 这还原度也太 你能不能不要打我 这还原度也太高了吧 嗯 但是你能不能不打我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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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哥哥你不打我行吗 我好不容易跳上去的 我容易吗 你让我跑酷容易吗 哎呦 我又掉下来了 好了好了 不就是二单跳吗 so easy 哎呦 so easy so easy 哼 哎呀我拒绝了这个 这个跑酷好烦呀 哎 简单 哼 哎呦 哥哥你怎么跳上去的 这明明必须要二端跳 才能跳上去呀这个 对呀 谁愿二端跳呀 我说第一关 连跳啊第一关 哇这里短距离 短距离 短距离二端跳 我刚摔死了 我要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哎呦这短距离二端跳 我是真的 厚不住呀 啊 啊 啊 实话告诉你 我的头不是面团捏的 再见 我真的生气了 有工具不用那是大撒子 大撒子 你是撒子蛋是吧 终于睡到床上了 哎呦 哼 哼 哼 哎呦 哼 哥哥等我 哥哥等 这关简单 哥哥等我 哎呦 转强了 等我呀等我呀等我 哎呦 全是能量箭 哇这关就需要 这关就需要吃鸡了 旋转跑酷 哦这是我的菜 完了 最后一个有点难跳 需要需要用到那个能量箭 哇这个是飞行箭 无神无刃 最强八刀剑 开玩笑 无神无刃怎么可能是最强八刀剑呢 哎呦 我刚刚没点床吗 看哥哥好巧啊 好巧啊 我发现越简单的跑酷越容易食物 哎 哎 哎 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一关 直接用能量箭顺过去 再继续顺 相信我没错的 对吧 相信我没错的 按住Shift 看到没 我这不说话 急不急 万神发大宅气不气 这个 直接往前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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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你是个大傻子 能量箭可以顺过去的 为什么一定要往前跳 哎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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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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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那你就是 你是大傻子 我是二傻子 对 不要说过头 好下一关 这什么 彩虹圈 哎 我这样跳行不行呢 大傻子又掉下去了 哎我看到下面有个箱子 再见 我看到下面有个箱子 看一下这是哪个位置 是哪个位置 箱子呢 哎我看到了 气泡果汁 为什么这里会放几个气泡果汁 不知道 三段跳 这个我们溜了吧 三段跳我听到了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学不来三段跳了 我我知道 我知道 做着做着放气泡果汁的寓意了 背包里不是有气泡果汁 有 有 好起来 不就是三段跳吗 我 我跳给你看 那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大傻子掉下去了 DODO musi ON 1 1 こそ 分 1 哎 你就别按了呀 活得你走走走走 我不需要你按 走 哒哒哒哒哒 哈哈哈哈 帮你按你不相信 哎哟 哎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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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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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了 我上天了 我和太阳见面见了 这这 这 崔拉斌他嫌弃我 他居然敢嫌弃我啊 他居然敢嫌弃 我就还不信了 我就不信了 我就不信了 我就抱脾气我跟你说 溜了溜了 我直接到终点了算吗哥哥 溜了溜了溜了 溜了啊 哥哥我直接到终点了 哎呀呀呀 我也来了 嘿嘿嘿嘿 好了 咱们先看一下 箱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哦 创世之人 你记得这个创世之人吗 嗯 泰坦魔术里面的最强之人 在哪里啊 我我我拿在拿拿在背包里面了 这些咱们背包里面都有的 我看一下这个 世界崩解之稿是什么鬼啊 世界崩坏之稿那个是 其实我也喜欢我的世界 不过由于卡洞我放弃了 但是我想到了跟我的世界差不多的游戏 迷你世界因此开始了迷你之旅 但我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一开始玩迷你 我就像玩我的世界一样对待 不过渐渐的认识了我的这款游戏的热爱 我开始在想我是不是不喜欢我的世界了 其实我不然 不然我仍然喜欢 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我用迷你世界来玩我的世界 因为只有手机而没有电脑 所以即使下了我的世界 也不能像主播那样玩模组 不过迷你世界让我感觉像在玩模组一样 所以我喜欢它 我不希望两款游戏 斗个底朝天 希望两款游戏能够好好相处 而不是争斗 嗯 怎么说呢 呃 这款游戏它要求 必须是电脑 配置很高 而且配置很高 像迷你世界的话 嗯 它的门槛就很低了 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 反正迷你这款游戏的话 当初小小伙伴们让我入坑 的时候我确实爱上了这款游戏 但是 我毕竟是一个我的世界的玩家 不能忘了初心嘛 对不对 对 对 好了 别的不多说咱们来试一下武器吧 这个最终之中我是真的喜欢 所以这就是你打死我的理由吗 哥哥 不是 只有是 只有是拿你试武器啊 然后这个封收 封收 封收之剑 哎呦 慢走不松哈 我只有拿你来试武器了 终极进化之剑 刚刚那个是 华语之佩之剑 哥哥你下来哟 我能相信我 我相信我能 继续探险 好的呢 刚刚 游戏是下来 游戏是你下来 我就不 我就不游戏是你下来 游戏是你下来 你人呢 创世之刃 这个创世之刃 看下他的攻击 找 找这个屠夫 找屠夫 哥哥我在这边 哇这个创世之刃 他是蛮麻烦的 哥哥你看一下你后面 我的天哪 这个创世之刃 秒杀 而且无限 无限发射 发射这个剑气的 看得没 哥哥你能不能先不打我 我先在下面弄个重生点 我就不上来了 看得没 可以吗 可以先不打我吗 哎呦 可以有话好商量吗 哈 好好的呢 你家伙就不下来了 你是武器 也重新找一个人是吧 嘿嘿嘿 起好重重呀 我都已经跳下来N次了 下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 这个这个毁灭之刀 他是干什么 毁灭方块吗 好像不是 我这到底是什么 我的天哪 哥哥 这个神龙宫啊 神龙剑 宝质全剑呢 非常虚厉 下一个 这个仙斗 仙斗是龙柱模组里面的 是回满血跟保时度吗 还有还与支配之剑 还与支配之剑 还与支配之剑 哇这个是这样子 你看 好像一下不 一下不能把你给秒了 然后五彩神空 天使隐落之公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五吗 哈哈哈哈 又不早就要把我打一下 你吐个东西出来 贿赂你啊 好了 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 总的来说 他这些 神器还原度 还是非常高的 我特别喜欢 这个最终之剑 他居然丢出去的 跟我的世界的一样 也是钻石 虽然说他的伤害不咋的 好嘞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